香港演艺圈有两位著名的大哥,成龙就不用说了,成龙大哥这四个字,已经成为口头禅了。 而另一个就是红金宝,巧合的是,两位大哥又是几十年的好兄弟,同出师门的他们,红金宝是师兄,成龙是师弟。 两人身后的兄弟情,也是从小打架培养出来的。 红金宝名气虽然没有师弟成龙大,但是他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,却丝毫不逊色于成龙。 1952年出生于香港,六岁那年,红金宝被送入戏班学艺,曾和师兄弟们用七小福的头衔,活跃于各大舞台。 他也成了成龙、袁彪、袁华等人的大师兄。 在那个年代,师父是很严格的,父母无权潜射系般的训练。 要说到红金宝的家庭,男孩来头可不小。 他的爷爷是老一辈上海滩的电影导演,只得过不少舞打片。 而奶奶则是二十年代,上海赫赫有名的女打星,前四英。 家境本身并不差,但是离开了家,来到戏班后,山发现学艺师那么的辛苦。 不仅要起早贪亏,动作稍不到位就要受到惩罚。 不过,正是这种艰苦的日子,让红金宝越发独立,坚强和功底深厚。 1961年,红金宝踏入影视圈。 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演艺生涯,只要你看过香港电影,就一定看过他拍的戏。 比如在其七十年代李小龙主演的电影《金母门》,《龙争虎斗》中都有他的身影。 八十年代的《鬼打鬼》,《败家仔》,《福星高照》等等。 九十年代的《祸少道》,《鬼有鬼》,还有两千年以后的《沙扑狼》。 《三国之剑龙》,《谢甲》,《一问二》等。 香港拍戏好的演员很多,能一口气跨越这么多个年代,还非常活跃的演员真不多。 所以,红金宝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,是不言而喻的。 在八十年代刚要火的时候,红金宝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曹恩玉,是个韩国人。 两人相识的时间并不长,就坠入爱河,随后又迅速读入了婚姻殿堂。 婚后,曹恩玉秉承贤亲两母的优良传统,先后给红金宝生,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。 可惜,红金宝年轻时候风流不羁,屡次沾花惹草,这让传统的曹恩玉倍感伤心,认为红金宝欺骗了他,于是,便提出分手。 说来也奇怪,曹恩玉在和红金宝离婚后,没有选择再婚,一直守候至今。 红金宝的现任妻子,是他的徒弟较高丽宏,出生于1965年,比老公红金宝小时三岁。 在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不久,并与他组建了家庭,此人是中欧混血。 自从1991年和红金宝结婚后,两人一直没有孩子,不知道是身体原因,还是红金宝嫌自己的孩子实在太多了,不过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,相爱至今。 说到红金宝的四个子女,除了女儿是一名白领,其他三个儿子都在娱乐圈混。 大儿子红天明是主持人兼演员,曾出演过《婚前是爱》,二儿子红天祥是一位歌手,曾被桃哲发掘,自己组成了一个乐队,主要走的是R和B路线。 小儿子红天照也是一名演员,在天降雄狮,逆战中都有不错的表现。 今年,红金宝过65岁大寿时,他的四个子女还专门聚到香港为他祝寿,一家人情肉融融的。 不过,讲真话,他的这四个子女,跟红金宝一点也不像,可能随母亲操恩欲吧。 还有媒体拍到红金宝夫妇,一起带着孙子出去游玩的画面。 红金宝主作怪掌,腿脚显然不是很利索。 不过,晚年的红金宝能够儿女成欢。